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良好的结果呢 陈如刚刚有提到的绝非是一个人的努力 绝非是一个人的功劳 一切呢 都是由这个团队的各方面的方方面面的人士的他们的努力 才有了这种如今的良好美好的结果 那么呢 是我替这个佛陀替我的尊师 我的尊师代表 也像这个团队呢 是想要说一个这个自谢的话 首先也非常感谢这个团队他们长年以来的努力 那么就是呢 我的一开始对这位团队对一个肯定 这个团队呢 是他们标版的是佛陀原始正法中心 名副其实 我们必须呢 也要能够可以呢 是要遵守这个原则 这个名称呢 是当初是由我们的这个恩公大师傅呢 是 他提供给大约法师 当初他提供了这个名称的时候呢 我大师傅内心总有一个期望 佛陀原始正法 这个名称呢 是他含有那是相当深邃的这个意思 那么就是陈如刚刚那是这些法眷属 这些居士呢 他们的报告里面都有提到的 十多年前那是在台湾 这个国土内呢 是要听到佛陀原始正法 最原始的这个教法呢 是要听到是相当艰难 何况说是呢 是各位能够可以学习到 佛陀教法当中的 能够可以称之为精髓的这个禅法 也没有学会到 能够可以那是修行 能够可以到达 倒置 果置的这个禅法 更不知道的 更没有办法了解到说 如何能够可以那是解决人生当中的生老病死 那么呢 就是在过去的时候呢 对于这个原始的佛陀的教法呢 是 我们听到的那是非常的陌生 机会不多 就算就算就算能够可以听到的各位所学习到的教法 未必也是如此的准确 那么因为是如此呢 是 大约法师呢 是 他也是为了要能够可以寻找到原始的教法 他也是到了马来西亚 也到过缅甸 寻寻秘密的 那么就是佛陀的教法 过程当中呢 是他所把自己的生命呢 看为是投资的本钱 就把生命呢 是当为是投资的本钱 不顾所有一切 曾经也来过马来西亚寻法 后来也转到缅甸去寻法 我记得那时一开始他们的团队有13位 到17位呢 曾经来过马来西亚寻法 过程当中 他们面对过多少的苦厨 吃过多少的苦头 一切都是呢 能够可以寻找到这个原始的教法 那么那时我首先也是非常肯定 大约法师他长年以来的努力 以及大约法师所领导的他们的团队 大师傅由于看出了大约法师的努力的情况之下呢 才赠送给了这个名称叫做是佛陀原始正法 这个名称的这个意涵呢 是有相当的是深邃 那么就是大师傅呢 是给了这个佛陀原始正法的 这个名称的同时 他对大约法师有相当大的期许跟期望 他希望呢 是在台湾宝岛上 能够可以复兴佛陀原始正法 能够可以兴盛佛陀原始正法 以至于那么我大师傅呢 是 他曾经呢 是对这个长修的这个长堂 他曾经呢 是用不同的含义来给了一个诠释 长堂呢 好比就是港口 港口就是呢 航向涅槃的港口 所以这个法堂里面呢 这个长堂里面呢 是 足以让各位能够可以呢 慢慢的能够可以航向涅槃的 所以这个法堂好比就是港口 我大师傅呢 是对这个台湾呢 是有期许相当大 期望也相当大 如今各位呢 是能够可以在长堂里面 舒舒服服的能够可以修行 舒舒服服的 快快乐乐的各位呢 可以残修 各位所欠缺的 所需要的所有的生活一切呢 由这个主办当位呢 是提供给各位 如今各位的这个 享有的这个情景 我们来对比一下 当初大阅法师在海外呢 是寻法的过程的时候 他的场景跟现在各位的场景呢 是截然不同的 他过去呢 是资源也是非常的匮乏 也没有人在护持着他 也不像各位能够可以 像如今在长堂里呢 舒舒服服的能够可以 得到这些正确的这个常法 在他过去在寻找这个正确的教法的时候 他不仅仅是投资自己的性命 就把所得到的 所得来的四支具呢 一切也都是呢 他投资的 那么财力以及他的性命投资之后呢 如今有了这种良好的呈现出来的结果 提供给各位 所以各位在这个常堂里呢 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绝对不能以掉以轻心 绝对不能以一种敞帅的心态 来享有这个常法 各位必须呢 是要将心比心的 能够要殷切的呢 是要付出绝大的精进力 也以表呢 自己的这个精进力来表达说 对这个过去大约法师的他的努力 以及他的投资的作用的过程 那么就是我们这个常法呢 是经历到了这个台湾 也是相当多年 我记得大师傅是去年原集的 2016年原集 可是大师傅呢 到2015年为止 他还来到台湾 来到这个常修中心 那么由此可见呢 大师傅对这个单位 这个常修中心呢 有相当大的期许 他给了百分百的充满的一种肯定 以各方面的支柱 那么呢 他也不姑息 自己的这个年老的这个性命 那么能有多少可以支柱 能有多少可以支持 他绝对不会放弃这个单位 更不会放弃各位的努力 我也是呢 是抱着大师傅的这个恩惠 就把施恩顶带着 我也现在呢 是继续的呢 虽然大师傅不在世 也继续呢 就是为这个单位呢 是不断地给予一个支持跟鼓励 那么我第一年来到台湾呢 就是在于白河 白河那边呢 是跟比林常师呢 一起呢 是教导这个常法 后来曾经也是有 跟萨萨娜常师也有合作过 直到了2008年的时候 大师傅也来到这个台湾 我陪随着大师傅 一起合手着 这个吸手着合作弘法 如今也是十多年了 才有了所谓的 这一群的法眷属 我们一起来努力 也代表呢 就是 我们对大师傅曾经 他对各位的期许 我们也聊表一个 这个对大师傅的这个恩惠 所以就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单位呢 是说到今年为止 可以说是他已经有 进入到成功的阶段了 说到高雄 高雄也在明年再举办禅修营 说到台北呢 台北中心也有明年再举办禅修营 说到明善事 更是要说了 就是明年都有那是在 邀请到海外的这些 禅师资深的禅师 来到明善事那边 也有在定期举办禅修营 由此口见呢 是已经是这个 这个中心呢 已经走进去 所谓的成功的阶段 当然我们在这里呢 是非常肯定的就是 大人法师呢 是希望各位能够 可以要学习到准确的法 能够可以呢 是学到呢 是更为能够可以呢 是能够可以追溯到 经典里面的这个说法 所以呢 是他每年都有在邀请到 资深的禅师 来到这里呢 是跟各位教授 给予正确的方法 大师父的期望当中 除了呢 是能够可以广宏 四年处 皮婆神的禅法以外呢 另外一项 也是相当重要的 一个期望就是 能够可以培育 青年人 能够可以呢 那是把这个佛法呢 是传递给下一代的年轻人 也就是呢 是我们要这个传灯的 这个四项呢 大师父也是非常看重的 因为是如此呢 是在大师父的缅甸阳观禅修中心里呢 每年都有在呢 是为这些青年人呢 举办了佛学营 也举办了所谓的短期出家修道会 那么呢 是藉由这种的佛学营 藉由这种的修道会呢 是它能够可以让这些年轻人的生命体里面呢 增添佛陀的原始正法 所以大院师父也是听到了 大师父的这种的期许 所以每年呢 他也是在这个禅修中心里面呢 他也每年年度性的一种活动 举办的是 对年轻人的一种短期出家修道会 如今举办起来呢 是也有呢 是三四年了 这个短期出家修道会呢 是他能够可以给予的一种特殊的 方面就是 让这些年轻人的身口一夜呢 能够可以受到调伏 年轻人的生命体里面呢 能够可以增添佛陀的原始正法的教法 所以就是在这个借由 短期出家的修道会里面呢 是他能够可以拿达到的是 表里都如法的一个阶段 你说要看这些小沙米的表现 他也是非常如法 捧着拨 穿着袈裟 让一个小朋友呢 我们要为他搭衣服呢 是相当不容易的事 搭了之后呢 他又再调了 所以这个活动呢 是相当辛苦的 那么说到礼 那么这个实践的 这个内心的部分呢 我们也让这些小朋友 能够可以或多或少学习到 所谓的佛法生三宝的教法 所以短期出家修道会呢 是他能够可以表现出来的是 表里如法的一个活动 可是呢 是我们这个三四年的努力 持续地举办这个活动 可是做到了今年的时候呢 我看出的一种现象是 按照道理说呢 是活动越办越成功 越有护持人越来越多 可是呢 这几年对于短期出家修道会的 护持的方面呢 是没有所谓的增加 反而是减少了 这个部分是我看到是不足 也希望呢 是在座的护法弹挪功德主呢 就把这些小三米视为是 自己的亲生的子女一般 也为这些下一代的人呢 也能够给他们一个 正确的佛陀的教法 加落呢 是各位这一代都没有做好 这种的任务跟责任 因为各位的欠缺 而下一代的那些年轻人呢 他们没有学好 各位回头想一想 也不堪色想的一个结果 所以各位这一代呢 必须有这种的责任 跟任务就是 能够好的 教法要传递给下一代的人 所以各位也必须要 多加地护持 这个短期出家修道会 因为这个短期出家修道会的 这个活动当中呢 我们也教导 这些小孩子要如何地要守戒 这个戒体平心道德呢 是何其的重要呀 而且也从中我们也告诉他们 要懂得知恩 就是要懂得这个恩者 就是对佛法生的恩者 这些从年轻的这些年轻人开始呢 对这个三宝的恩者 他们都要了解 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 他们的这个生命体里面呢 是不会忘记这个三宝 也希望他们的这个 生口意的良好呢 也能够可以维持下去 所以我们举办这个 短期出家修道会呢 也是有三四年的时间 我们第一年好像是在高雄举办 后来呢 是几次都是在明三世举办的 我们在举办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非常特殊的 也就是那时 回归佛陀时代的那种的活动 就是行脚脱波 我坐在临着这些小杂米 行脚脱波 挨家挨户在脱波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仿佛回到了佛陀时代那一般 有很多的功德 弹罗主呢 他们也是对这些出家人呢 是无比的恭敬 就吧 就有的自己的这些物品呢 也就是供养给这些 托波来的出家法师 这种的举止呢 是他是透过这种的 身教这个举止 传递给周遭人士 他们曾所未看过的这些 佛陀当初的这种的现象 所以呢 也就是这种的信念呢 也是有一定的感染的力量 藉由这个活动 希望也能够可以 下一代的年轻人 能够可以学好 希望各位呢 能够可以继续的 护持 这个具有意思的 这个短期术家修道会 所以这么说来的话呢 是我也为这个单位呢 是也不断的支持 短期术家修道会 以及常修影 我自己也感到 非常的荣幸 由于时间的关系 看来也是时间差不多了 但是呢 是借这个时间呢 是刚刚也想到了一下 也同时呢 是让各位呢 是重复的呢 是能够可以回忆到呢 大师傅 每年来到这个 常修中心 地产的开始当中呢 也对着各位呢 是大师傅经常所说的 眷属关系的内容 我们不妨呢 在这里呢 是要重复地回顾一下 大师傅呢 一旦那是 到这个常修中心的时候 看着云云 常修行者们 同时呢 他首先会说出来的 一句话是 彼此呢 是有所谓的 地劫了 所谓的 眷属关系 地劫 眷属关系当中呢 是有 多少重的 这个眷属关系呢 禅师大师傅 以及各位呢 是地球眷属 同样活在这个地球上 也可以成为是眷属 而且呢 是它是所谓的 是亚洲眷属 各位几乎 伸展在于亚洲 还有呢 各位也继续要轮回 所以呢 在轮回的过程当中 也可以结地为眷属 是轮回眷属 所以各位呢 虽然是 宿命平生 但是呢 是各位已经是 有 结地为三重的 这个眷属关系 但是大师傅呢 最为奇观的就是 彼此不仅仅 只要在 三重的这个 眷属关系就罢了 必须要有所谓的呢 结地为 法眷属 能够可以 地劫为法眷属呢 各位必须要 努力禅修了 那么各位来到这里 报道 这个十天的 二十天的 还有一个月的 还有四十天的 那么各位在这个地方呢 是 好好的修行 修行的情况之下呢 各位才能够可以成为 佛陀的 真实的儿子 佛陀的 真实的女儿 真佛子 真佛女 那么也就是 能够可以成为 世子 或者是 世女 各位修行 这个禅访 也能够让各位 到达 圣者的 这个智慧 四十天的 常修营 时间是 非常的充足的 当然各位要 能够可以获得 如此珍贵的 圣者的 智慧 过程当中 各位也必须要 绝对性的 一种付出 各位的信心 各位的精进力 以及各位的正念 在着各位的定力 有了这种 这个对价的 这种付出的情况之下 各位也才能够可以获得 珍贵的 这个佛陀的 这个教法的 法的意义 各位要成为 佛陀原始正法的 法眷属 要彼此要 缔结为 所谓的法眷属呢 在这里要 好好地 用功努力 今天的 开幕的开始呢 就到这里 告一个段落 萨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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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谢尝试慈悲 开始 顶礼三拜 我 帮我 在那边